谢谢总裁热情洋溢的致辞 今天分享的嘉宾是来自加拿大的清清老师 他是工商管理学硕士 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多年 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2009年技术移民到加拿大 进入跨境电商领域奋战六年 提升了很多的产品销售经验 四年前专注大健康产业 一直致力于研究人体健康 保健养生及营养搭配 擅长产品培训 健康管理 营销策划 积累了丰富的网络营销实战经验 2021年遇见凯莉 专注于凯莉事业的推广 她的创业格言是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今天她分享的主题是 走进凯莉 拥抱健康 有请清清老师 在线的全球凯莉家人 大家现在好 今天非常荣幸 再次可以在这个空中会讨 空中教室跟大家相遇 那我先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 那我今天的课题呢 就是走进凯莉 拥抱健康 在上一次的讲座中 跟大家聊了从细胞的层面上 为什么我们要补充NMN 达到一个抗衰老的目的 这也是我们凯莉的核心理论 抗衰老使用细胞健康 那今天呢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来剖析一下 看一下我们凯莉的产品 做一个产品大揭秘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凯莉的NMN系列产品 目前呢 我们有两款产品 一个呢 是SOD NMN青春利林片 这款产品呢 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产品里含有SOD和NMN两款产品 另一个产品呢 叫做Beta NMN6000 它呢 是一个单方 它里面是含有精纯的Beta型NMN 这两款产品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亮点 首先第一个呢 它的亮点是 高纯度99.92%的特级NMN 那伙伴们可能说 那你这个数据是哪来的 好 那不要着急 我们有数据 我们就用事实说话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实验室 Summit给我们凯莉母公司 这里是4亿公司的一个产品的检验报告 这里呢 是4亿公司的一个地址 这里标识的呢 就是我们NMN的成分 然后在指标上呢 给我们做出了的结论是 大于99% 大家看一下这结论那里都到达了100% 其实实验室呢 它是允许有0.02%到0.08%的误差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实验室给出的99.92%的NMN 几乎近似于精纯 那我们这个特级的标准是哪来的呢 大家接着往下看 这里是一个PDR的那个 在官网上的一个我做的一个截图 这个PDR呢 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它又叫做美国医师用药指南 它上面记录了很 它是一个非常权威的 它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指南 在美国90%的医生呢 会对照这个指南 会进行用药和诊断 其实一个产品 它并不是说它的牌子很大 或者它的公司历史很悠久 再或者它请了非常有名的名人 或者医学博士来代言就可以进入这个PDR的 想要进入PDR 一定要在三个指标上达到标准 一个呢就是成分的有效性 一个呢就是成分的军医性 还有一个就是成分的溶解性 这三项指标呢 是检验一个产品 可不可以进入PDR的硬性标准 所以说能够进入PDR要点的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药用级别的效果 虽然我们的产品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膳食补充剂 但是我们是属于功能性的膳食补充剂 在你长期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现有的一些症状 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或者改善的作用 也就是达到了相当于一个药品 及保健品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这个PDR上 当我输入了NMN以后 现在目前是有六款的NMN产品上的 这个PDR收入进去 那我们CALORY呢就有两款产品收入在内 那但此外的额外提一下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脑力键 LIFESPAN呢 它也收入在PDR 当你在这里进入LIFESPAN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被搜索到 那我就点进去了这个SOD NMN的产品 然后这个PDR给出来的 大家看到这里 我红笔画出来了 它叫做一个Premier Grid Premier Grid的意思呢 就是发译成中文就是特辑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特辑 并不是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评断 而是一个权威的PDR的认证上面 给我们定义为特辑 那我又找了一个其他产品的一个证书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其他品牌的一个证书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在他们官网上的一个证书 不是说我去把它额外的去结了一部分 所以当我刚看到这个证书的时候 我也挺疑惑的 因为在这个证书上真的你连一个 首先是哪一个第三方实验室的出具的 我们看不到 此外呢 它是出具给哪一个品牌的 依然没有 不过有好过没有 至少在这个证书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结论 它的有效 它的成分的纯度是达到99.5% 但是99.5% 它给的评 它的级别的评论呢 却是grade 1 就是一级 所以大家不要真的认为说 99.9%和99.5%已经近似相等了 但是在这个评级上 我们的99.9%是可以评为特辑 而99.5%只能评为一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纯度越高 吸收的效果越好 价格也越贵 这点呢比较好理解 因为如果纯度高 我们需要更多次的提纯 然后在工艺上也会更加的复杂 所以价格也会相应的提高 但是研究表明 纯度每提升0.1% 它的吸收率呢 能提高2到5倍 所以99.9%的特辑NMN 比上99.5%的一级NMN 它在吸收率上就扩大到了8到40倍 那如果试想一下市面上那些 只有70% 只有80%的NMN产品 我们的效果是要大于它几百倍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巨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大家去买产品的时候 使用NMN的时候 纯度一定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calorie的纯度 已经可以做到市面上最高的纯度 此外呢 它的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它的含量特别高 我们一瓶SOD NMN 这个青春利明片 它一瓶的含量呢 是10800个毫克 平均每一片的含量呢 是120毫克 那我们的βNMN6000呢 它这一盒呢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是6000毫克 那每一克的含量呢 就100毫克 所以如果按照年龄来选 来使用的 来确定这个剂量的话呢 是年龄乘以7.5毫克 是我们每天所需的 服用的这个剂量 那如果是一个30岁40岁的中年 中青年人吧 那他只需要服用一到两粒 一天就够了 使用我们的calorie产品 如果说是一个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话呢 那使用三到四粒也就够了 所以我们每天并不需要服用大量的 大量的这些产品 但是如果说市面上不少品牌的含量呢 只有60毫克 或者是70毫克 那你想一下 如果说这样 你可能一天你需要服用八到九粒 这个在数量上是非常惊人的 使用的感受也不是特别好 并且呢 你一瓶如果只有60粒的话 你这样服用 也给它以今后的这个使用成本上 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提升 之外呢 我们这个NMN除了在 就是在很多的水果蔬菜里面也是有的 像西红柿啊 牛油果 西兰花 甚至毛豆里面都含有这个NMN 只是它的含量呢 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剂量的话 就是这个剂量呢 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一天三粒这个NMN360毫克 你需要服用使用大约要到十几到三十几斤的水果和蔬菜 这个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 净乎不可能啊 更何况我们在烹饪中呢 我们还有一些营养的损耗 所以呢 这一片小小的膳食补充剂就可以 因为它的高含量可以让我们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 也是一个科技的进步 那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 它的第三个亮点呢 就是高吸收 我们的NMN是仅次于静脉注射的NMN 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 这么高的吸收率呢 原因是在于它是一个纯β型 那谈到这里呢 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 目前NMN生产的几种方式 首先呢 目前有三种方式去生产这个NMN 第一个呢 就是生物酶发酵技术 这个也是我们凯利目前使用的技术 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款技术 第二个技术呢 叫做发酵法 那发酵法这个技术呢 为代表的是日本 发酵法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呢 原料呢 不容易大规模的量化 量化生产 所以呢 它的成本相对来高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 那些日本的NMN产品的售价都偏高 就是因为它使用的这个发酵法 但是这种方法呢 我觉得最终会被淘汰 尤其说在现在的这种 这种生产模式下 而且这个发酵法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它这个发酵法就有点像我们北方 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喜欢腌制一些咸菜 像腌制一些白菜之类的 然后在腌制的过程 在发酵的过程中呢 它会有一种副产物出现 这种物质呢 叫做内毒素 当你剂量很小的时候呢 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呢 是比较微乎其微的啊 因为它也是根据我们人体的一个体重来 去算它对人体的一个影响的 如果说它剂量非常小 我们可以忽略 但是当你长期的使用发酵法 生产的NMN的时候 这种物质 它会在你的体内去慢慢慢慢的堆积 堆积到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堆积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 它就会发生一个质变 尤其是有一些人 本来它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它就会有一些再现的问题啊 或者它会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 它会患有些癌症啊 或者一些肿瘤的问题 如果它使用了这种发酵法 生产的NMN 这些内毒素就可能给它造成一些 不可逆转的伤害啊 所以这个发酵法 其实是在生产工艺上是受到诟病的 此外呢 还有一种方法呢 叫做化学合成法 这种方法呢 它可以大规模生产 而且呢 它的原料成本非常低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 就是在零售方面的 可能是占有的一个优势 有的时候朋友会发现 为什么在某些商城里面 像京东淘宝上卖的那种产品 NMN 为什么那么的便宜 就是因为他们的合成方式 是用了一种化学合成法 但是化学合成法 它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物质 叫做αNMN 这个可能很多伙伴已经听说了啊 NMN分成α型和β型 化学合成法的分子是决定了 它一定是含有60%的αNMN 这种αNMN 我们人体无法吸收 无法代谢 同样是在体内堆积 当我们体内的这种αNMN 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会对我们造成 带成造成一些负担 一些伤害啊 所以化学合成法 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诟病的 而且呢 现在以目前我们消费者使用上面 我们是无法自己去判定 我们使用的产品 是用哪一种方法生产的 因为在口感上 在使用的很多方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界定 尤其是消费者 所以呢 在实验室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一些试剂 去把那种α型和β型 完全测出来 可以把它分离开来 但是消费者怎么办 消费者既然没有办法去断定 那我们只有去相信 那一些第三方的去认证 我们一定要去找到那种 有产品认证的 有国际认证的 而且有权威认证的产品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 去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利 让我们使用到安全的产品 不能就是单单去看价格 去比产品 这样呢 是一个非常错误 而且呢 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的继续看呢 我们这个上面 说的就是我们CALORATE的 NM制造的一个流程 一个工艺 这个是生物酶发酵技术 其实生物酶发酵技术呢 它就是这种NM是在我们人体内 它自己也是可以合成的 我们所谓的生物酶发酵技术 其实只是把我们人体里面 转变的这个 转变的这个 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移到了我们的生物反应器里面 比如说它的起始物质叫做核糖 核糖在我们的人体细胞里是存在的 然后这个NAMPT这个酶 我们细胞里也是有的 然后我们拿这种酶在生物反应器的35度的温度下 我们去发酵这个核糖 就像模拟人体的一个生理功能 然后把核糖转化为一个N2 N2也是一种NAD加的前提 然后通过再一次发酵 把N2转化成我们需要的NMN 然后再经过提纯 再经过冷却 再经过一系列的工艺 我们可以得到纯度高达99.92%的NMN原料 因为是发酵 因为是生物酶技术 因为我们就是在模拟我们人体的一种生化反应 所以我们生产出来的NMN是为百分之百的β型 因为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东西 一定是能够被自己吸收的 所以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合成成α型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工艺 保证了我们的产品是纯β型的 是可以完全被人体吸收的 所以我们在15秒的时候 在我们咀嚼了 通过小长15秒就能够被我们的血液快速的吸收 在第15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的NMN的在血液中达到顶峰 然后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我们NAD加的水平开始明显做的上升 所以这个高吸收率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工艺 那我在互联网上又找到了 这个是我一个伙伴传给我的 当时呢 他叫我去帮他看一下这个产品 然后我一看这个产品 第一个看 哇这个含量很高 一粒含有560毫克的NMN 当时我也很有余虑 我说这一粒这么高 结果我看它的成分 我很仔细的找了半天 我始终没有找到NMN在哪里 我看了几次很仔细的哈 我只看到了一个这个成分 红字标出来的啊 因为是台湾伙伴给到我 所以是繁体中文 那在我们汉就是简体中文里面呢 我们叫做烟仙胺 烟仙胺呢 它也是NAD加的一种浅体物质 只不过这种浅体物质和烟酸呢 酸胺酸一样 它的转化率非常的低 如果说你想通过它来得到 这个NAD加水平呢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这个物质呢 是有一些NAD加的概念了 不过它真的是在偷换概念 因为它完全不是这个NMN 它用这个物质呢 来代替它 当然这两个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此外呢 你看到它下面的其他成分 我觉得真的是所有能想到的 看到的全部都上来了 当时我看的也觉得很夸张 因为这个NMN它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被大家熟知的效用呢 就是当你使用了以后呢 你会提高你的 你会提高你的 觉得人特别有精神 特别有精力 原因是呢 是因为NAD加水平提升了以后呢 我们线粒体的功能就会被提升 那线粒体呢就能制造更多的能量 ATP给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有活力 它的原理是这个 但是这些产品呢 它却在里面添加了很多 像什么茴香啊 什么辣椒啊 生姜啊 很多很热性啊 包括一些咖啡的一些提取物 它其实它就是一种外界的物质 让你产生一种很亢奋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完全是一种激素类啊 或者是一种外界的刺激让你产生的 并不是我们细胞由内而外产生的 所以有的 有些朋友或者一些客人 他用了NM之后 他跟我说 他说 你们凯莉的NMM使用完了之后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我用别的品牌 我就有那种 脸会变红 手会发汗的这种症状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呢 它很多就是因为 他们那些产品里面 他们是有一些这些成分的添加 让你人为的感觉到你很兴奋 但是呢 并不是NMM在起效果 其实也就是 我觉得变相的在收割消费者的智商 所以我们去买一款产品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很仔细的看一下 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而且呢 就像刚才提过的 我们一定要去看第三方的一个证书 像例如我们凯莉就是有一个反兴奋剂组织的 就是无兴奋剂 无违禁成分的一个证书 所以我们凯莉是非常温和的 你不会说吃完了以后很兴奋 睡不着觉 但是其他的产品 如果说你不仔细的去观察的话 很可能就会有这些 不好的成分添加在里面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然后我们看它的亮点四 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配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的SOD NMN的这个副方呢 它和我们的一个生物黄金 SOD强强联手 是全球首款了添加SOD的NMN 这个SOD的效果呢 我想在几天前 我们两位医学博士孙博士都有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所以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SOD和NMN在一起的效果呢 就是先清理再补充 先用SOD去清理 强力的清理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 然后再做到一个补充我们NMN 提高我们细胞的线粒体能量 活力 然后全面提高NMN的一个吸收率 所以这个配方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尤其是SOD呢 现在是世界上已知最有效的 去除自由基的物质 它是非常强力的 而在全球呢 有118位科学家也发表声明说 自由基才是百病之源 而SOD呢 是由于它是清理自由基 所以是我们的健康之本 接下来就谈到我们的权威认证了 刚才两次的谈到了认证的重要性 其实这些认证呢 就是让我们消费者买的放心 吃的安心 那你看一下我们CALORATE的 一共16项 我感觉我的字如果再写大一点 一张纸都已经写不下了 它的这些认证呢 其实每一个都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专业 而且非常非常的权威 比如说这个FDA 这个我就不说了 PDR呢 这个刚才也聊过了 医师要点 用药指南 然后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这个GMP标准吧 GMP标准呢 它是针对我们 四亿公司的这个工厂的 它是一个工厂的标准 它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规则 它从我们这个工厂 比如人员的配置 比如这个工厂的仓储条件 这个工厂的卫生状况 这个工厂是怎么样记录文件文档的 这个工厂如果遇到产品召回了以后 它该怎么做 这个工厂如果收到消费者投诉了 该怎么做 它是有一系列的流程和标准 非常每一项都非常细 非常严格 你要所有的都达标了之后 你才可以被评定为GMP标准 其实呢 它的初衷就是保护消费者 它会它能避免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在生产的过程中 你会不会用错了原料 你在生产过程中 你的原料的含量会不会 剂量会不会被加错 因为你是依据它的标准 它是每一次都要来回去检查 按照它的标准一项项走下来的 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些差错的存在 也就可以保证我们保健品的安全性 一致性 让消费者用得非常安心 所以这个GMP标准 也就代表了我们的母公司 四亿公司是一个非常有的 在整个生产企业里面 是有一个非常严格标准限制的工厂 然后这个CGMP呢 这个C的意思呢 就是现在current的意思 就是我们四亿公司 目前正在按照这个GMP标准进行生产 此外还有一些节食啊 认证啊 清真认证啊 这些是适合一些啊 有特殊需要的人群 然后这个第九个和这个第十六个 就是刚才说的 反兴奋剂组织的一个无违禁物质 这个真的是非常难拿到的 而且几乎上很少很少有工厂 可以拿到这个认证 因为它的整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 你要想达到这个无违禁物质的检测 你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 全程是要被这个组织进行监控的 他们会有盒子去收集你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那些颗粒啊 就气体啊这些东西 然后去完全没有兴奋剂的时候 就是全部检验合格 它才会授予你这个认证 所以这个认证其实就是一个安全性 刚才我们说的 你要是吃一个产品 你怕它会不会有激素啊 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兴奋剂的成分在里面 只要你看到有这个认证 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此外呢还有一些有机认证 这个有机认证也是非常难的 因为在FDA的系统标准之下 你想拿到这个有机认证 举个例子 你这个原料 你从土壤的湿度 土壤的酸碱度 从土壤的 从植物出生开始 你就得达到一系列的有机的标准 你最终呢 成品才可以达到这个认证 所以能拿到这个有机认证呢 是代表它的生产工艺上 是完全在一个有机的这个条件下 然后此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工厂认证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挺好挺有意思 就是加州的一个食品自由贸易出口证书 因为我有一个伙伴他有跟我聊到 他说你们CALORY的商品有没有 在中国销售的时候 有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认证 你们是不是走私的商品啊 有没有偷税漏税啊 偷海关税的情况 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证书 我给到他 他有专门对好几个 有几个国家 已经在咱们的网站上 以后我估计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能看到的是中国 China 能看到的是台湾 还能看到是马来西亚 这几个国家 所以我很很有信心的告诉我的这个消费者 我说我们的产品是中国 在走的是跨境电商的贸易 在中国海关有备案 我们走的是合法合规的程序 所以消费者你可以放心使用 我们经销商可以放心经营 这个就是关于认证上面的 此外还有一个 Health Canada的一个认证 这个认证呢 因为我生活在Canada 加拿大 所以我知道这个认证呢 也是非常难拿到的 因为加拿大 它是一个全民医保的国家 所以在加拿大可以销售的保健品 对它的检验 是达到药品级的一个标准的 因为你如果说因为保健品 服用食用不恰当 造成了一些民众的身体的一些 比如一些健康问题 那整个政府呢 它是要为止买单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 他们对保健品的审查 是严格又严格 像很多澳洲啊 新西兰啊 这些德国的一些保健品 是没有办法上架到 加拿大市场上的 就是因为它拿不到这个 Health Canada的这个注册的一个证书 但是我们凯利拿到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凯利的安全性 是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一个信任的 所以这个就是16项的一个权威证书 那这里的呢 就是我们4亿公司的一个工厂认证 那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10个 这是我们母公司的一个认证 下面的6个呢 就是我们Calorie产品的一个认证 给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认证 所以足足加起来有16项 我想市面上应该没有哪一家 可以就是至少我现在在 我寻寻觅觅 现在已经看了不少个品牌 但是我没有发现哪一家 可以在后台上 在官方的网站上看到这么多 这么多 第三方的一些权威认证 这个是我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看它的第六个亮点呢 就是一个生物科技 领先的生物科技 那我们的生物科技 刚才有说的 这些生物酶发酵呀 小分子纯化呀 超零件魔透技术 都是在我们的NMN的 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艺 那这个技术呢 单细胞发酵技术呢 是在我们的SOD里面 我们SOD是提取自深海的 那个热泉里面的藻类 所以从藻类里面 进行单细胞发酵 然后提取 然后生产出我们的SOD 所以这个我们的科技技术 目前是世界最新的 最前沿最尖端的 然后呢 说到第七个亮点 就是高性价比 那我们是如何达到 这个高性价比的呢 是因为我们Kalory 有一个双链系统 双链系统呢 它其中一条链呢 是我们母公司 Cecessual的这个生产链 它是产颜一体的 然后呢 在我们Kalory这个经销 这个经销这一块呢 我们是做一个 短路径的供应链 所以把这两个链条呢 连接在一起 就像我们右边这张图一样 从原料到生产到仓储 最后成品运输到分销 这一整条呢 由我们的母公司完成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销售 由我们的经销商 把产品直接的触达到 这个客户 所以呢 从产品到用户 可以说是指尖触达 因为保证了最短的流程 所以呢 也就最大程度上的呢 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一些开销 所以我们的产品呢 在性价比上是最高的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产业链 是一条非常完整的短路径 正是因为我们这个高性价比呢 所以凯瑞是第一个 可以把富人圈子里面的 不老神单NMN 做成贵族品质 平民价格的产品 这个就是 整个我们可以享用 这么好的产品 却用这么平民价格的 一个真正的原因 然后继续走 看到 哎呀 亮点吧 我看了这个亮点太多了啊 我写了半天好累的 亮点吧呢 说到它的背景实例 好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生产工厂 总部坐落在洛杉矶当趟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厂房 这些照片呢 都是实地拍摄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仓储中心 这里呢 就是一些流水线 工厂的流水线 生产车间 再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产品研发中心了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 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们 在此进行产品研发 然后进行产品质检 都在这里 此外呢 李嘉诚先生 他有一个抗衰老品牌 TRU呢 同样是由我们四亿公司的母公司 进行研发和生产的 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 去选择凯利的产品 就是因为我觉得 李嘉诚先生的眼见和实 眼光和实力 我们我是非常相信 也许我 我会没有眼光 我看东西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精准 但是我相信李嘉诚先生 他既然能选择和四亿公司的合作 那四亿公司的实力 一定是得到他的认可的 并且呢 四亿公司 目前也是全美国 排名前五的 膳食生产企业 膳食补充剂的生产企业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实力背景 非常的穷厚和强大 他还和其他的很多品牌都有合作 比如Costco 比如 比如 Whole Foods 这些大的一些 连锁的一些店 都和我们四亿公司呢 是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然后我又给大家找了两张图 你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一些其他的品牌 一个叫Sell 还有一个叫莱特维建 这些都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做的一些广告 可是他们用的这些工厂的图 全部都是我们凯利母公司的 用了我们凯利总部的图片 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工厂 然后其实也是在欺骗消费者 然后就让我不禁的想起一句话叫做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这句话来形容我们凯利公司是再合适不过了 好 那我们这个NM呢 这个八个亮点呢 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认识 自己的一个感受 当然了 小伙伴们可能还有新的感受 欢迎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 感谢观看